亚太地区,澳洲,香港等地都已迎来2018年,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国也接力倒数等待新年,跨年活动在不同国家各有千秋。 在巴黎,尽管出现暴风与警报,飘着细雨,香榭丽射大道,Champs Eloise,上民众的热情却没被交袭,数千人聚集在凯旋门,Octriumph,观赏灯光和烟火秀,并有近两千名为安部队人员部署保护群众。 在伦敦,超过十万人购票到泰晤市河畔,Rivertans,期待从这里欣赏烟火秀。 按照传统国会大厦,Helsies of Parliament的大笨中,Big Ben将在新年开始时分享起,钟楼里的钟特别为庆祝活动重启运作,大笨中献处翻新作业,包在银架里。 在柏林布兰登堡门,Branding Buckgate,前设置特别的帐篷,照顾受性骚扰或感到性骚威胁的妇女,两年前科隆,科隆地区的妇女遭大规模性侵犯。 在非洲的卡麦隆,总统毕亚,President Paul,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当地公民,他们在英语系地区动乱中维护共和国秩序以及社会和平与国家团结的责任。 在巴西的庆典中正里约,有数百万人聚集科塔加巴纳海滩,Copper Cabana 上准备观赏烟火,许多人身穿白色,适应些新年的传统颜色。 在纽约,尽管几地风暴让加拿大和美国东北极中部等地区陷入严寒,时报广场 Times Square 上的庆祝活动仍将举行,但因近期暴发凉起明显由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发动的攻击事件将有数年来数量最多的警力监控现场群众。 12月31日,警察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执勤当日,纽约时报广场为跨年夜加强安保,确保在此举行的跨年庆祝活动顺利进行新华社,分享。 12月31日,纽约时报广场加强安保迎新年一名,警察带着警犬巡逻,分享。 警察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执勤新华社,分享。